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阿N将会和大家分享 伊秋水的演艺人生 伊秋水,原名叫做伊景榮 他是广东的潘虞人 伊秋水曾经参加过 《临郎幻境》和《大罗天剧团》 以演丑角而成名 在1936年开始 伊秋水就开始电影拍摄工作 在电影方面,他的处女作就是《新青年》 他曾经主演过好几部出名的片 分别是《流亡之歌》 《人海旅行》 《叉里遇涉青鬼》 《笑声降地球》等等 因为在片中 伊秋水多次扮演叉里的形象 叉里卓别灵的形象 所以他的银幕形象 是非常相似的 故此他亦有《东方叉里》之称 在1955年 他就演出了他最后的一部影片 《望夫山上望夫龟》 在演出了这部电影之后 伊秋水就不幸染病逝世 他逝世之后 香港粤语电影工作者 全体为他意拍了一部电影 叫做《侯枪》 用这套后枪来表示纪念伊秋水 而且 这套后枪的收益 全部 用来帮他的遗属 用来购买住屋 和作为他的子女教育基金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伊秋水 详细分享一下他的事业的经历 伊秋水 是名校出身的 他是黄隐书院的毕业生 他曾经担任过 律师事务所的英文秘书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他加入了《林郎幻景》 这部电影班 来做一些文明戏的画剧 后来 他以伊少龙的艺名 和马斯增 陈飞龙 曾三多 林坤山等这些著名粤剧演员 组成了大罗天 剧团 在大罗天里面 伊秋水负责做丑生行当 伊秋水擅长唱龙舟 他唱的龙舟是相当受到欢迎的 其后伊秋水又加入了新春秋剧团 依然是做丑生行当 最后他专业 改为主要拍电影 其后 因为他有差里卓别宁的风格演出 成为了电影的笑长 他的卓号是东方差里 在1940年10月 伊秋水曾经去过新加坡 他演出爱国的戏剧 这套剧名叫做《双冰之友》 他的电影遗作 是1955年的《望夫山上望夫归》 在这套戏里面 伊秋水就飾演一个雅巴 雅巴的名叫做麦俊叶 说回伊秋水的个人生活 伊秋水曾经与著名粤剧花旦 马少英结婚 其后就离婚 离异之后 伊秋水再娶李慧芳 欲有一子 这个儿子叫做伊柏伦 伊柏伦就是 其后在香港电影里面 亦都是做一个相当出名的电影笑像 他就是伊女 另外他们亦都是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就叫做李坤儿 就是香港的歌手和电影演员 是1955年5月14日星期六 在下午二时15分 伊秋水就在香港岛 博芙林道59号 她的住所里面 就是不幸死于 已发病两年后报的癌症 医了两年 最终就是不敌这个癌症 她死的时候就享年51岁 在55年5月16日星期一 下午二时 就在这个香港岛的曼国殯儀馆 就举行丧礼 灵堂正面 就挂了二博艺坛的这个玩链 另外高老泉亦都制制了一套玩链 幻联上面就写着 丰世事良针 喜图粉墨登场 愚偎愚子徐中乐 谁艺游事业 空性银缸幻影 再歌再义 同声寻 她在出殯那天 就由湾仔到家路连山 连山路一带 那些影迷都乐意不转地送殯 其后 她的围体 第二天就在下午三时 葬于香港仔的 华人永远坟墙 为了纪念伊秋水 和为她的违孤 筹款 香港电影从业园 就联合 义务地拍了一套电影 这套电影就是后窗 这套后窗播影的时候 就同场亦都放映了伊秋水出殯的特辑 好今日同大家分享伊秋水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完结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Lan频道 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伊秋水的演艺人生 好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